提供了大量医疗物资援助 然而印度方面在收取援助后不仅没有感谢中国 反而频频声称中国的援助只不过是商业交易 近日印度一名诸华大使也发出了针对中国的言论 其中展露出的高傲姿态更是引人反感 南华早报12日刊登了印度驻香港总领事韩慧仪的专访 在专访开篇 该媒体表示 由于印度企业从中国大批量采购医疗物资 导致中风企业供应吃紧 造成医疗物资价格上升 韩慧仪对此表达了不满 并声称印方希望中国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压低价格 韩慧仪称印方一方面希望保持中印之间医疗物资供应的稳定 另一方面要求保持医疗物资的价格稳定 他说即使中国企业存在一点供给压力 产品价格也必须保持稳定 这就必须让政府下场干预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但如果他们能 这将会是受欢迎的 韩慧仪对这番话高傲姿态予言表 可笑的是 莫迪当局一方面大字宣称 中国的帮助是商业交易 另一方面却要求中方干预市场秩序 还试图对中国企业和政府执手画脚 认为中国企业必须稳定价格 中国政府必须给予印度优惠 除此之外 当被问及对于援助印度国家的看法时 这位印度驻香港总领事却并没有提及中国 而是声称 我们看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友谊 在印度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已经连续20多天 超30万例的情况下 莫迪当局不仅没有力争挨打 反而试图邀功 当地时间11日 多位高官都转发了同一篇称赞总理莫迪抗议有功的文章 还将矛头直直反对派 甚至抹黑中国 污蔑是中国对印度发动了攻击 印度的新冠形势已经骇人听闻 更令全球恐慌的是 一种最早发现于印度的变异新冠病毒 已经冲向了世界 12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 已经蔓延到至少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 世卫组织在近期 已经把这种变异病毒列入危险名单 因为其传染性比原始毒株更强 这使患变率在多国迅速攀升